OK好来我们这一边呢终于来到 有一点有数学的感觉的部分了 前面的都是theory的 然后讲concept的东西 然后讲那五种text是谁收的 然后逃税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然后现在呢 接下来的就是他会给我们看 那五种税怎样算 然后最重要的这五种税里面呢 跟我们最确身有关系的 就是income tax所得税 OK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买车 OK他没有买物资 OK然后他也没有做生意 他只要给SSD给商家 他不是商家来收SSD 所以所得税是切身的 差不多你一做工的情况之下 你的工钱超过 好像是超过2000还是2500 你都要给所得税 OK这下面有想到 就一年的income多过34000 OK就是大概2000多 接近3000 OK3000的话就36000 OK所以他是接近3000的 超过接近3000的 你都要注册了 OK好 income tax呢 我们在这边 我们要看怎样算income tax 然后首先呢 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 Calculate chargeable income Chargeable income 然后什么是chargeable income 这些我们等一下会讲 然后calculate income tax 然后calculate tax rebate 然后payable income tax OK好 来我们先下面的讲完 我们再看回这个流程 So chargeable income tax呢 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他的那个income tax to be paid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amount of chargeable income Chargeable income can be obtained by using the equation below 就是你total annual income 一年的所有的收入 减掉tax exemption 然后再减掉tax relief OK 这个tax relief呢 是你能够折扣的 tax exemption是你的捐款 OK So total annual income是怎样呢 total annual income呢 就是包括你所有的那个 酬劳啊 薪水啊 bonus啊 dividend 买那个股票给dividend啊 interest啊 利息啊 rental啊租金啊 royalty啊 然后还有premium and so on 这一些都是你的收入 So这些所有的收入 你都要跟他加起来的 OK 你不可以讲哦 什么啊 我我只是报我的那个income罢了 然后事实上你还有买电物租出去 然后你的租金没有报 这样就不可以了 OK 因为租金也是要算进所的税里面 Not all the income received from the employer is taxable 然后可是在这边呢 在呃 食人界比较少见啦 食人界他比较那种呃 那个大型的他才会有这样做 然后在政府的那个公务员的话他就很清楚 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呃收入来给你的时候呢 你可能那个拿到的钱是4000多 可是你其实他讲salary只有2000多 然后剩下的是什么东西呢 他剩下的是petrol and transport allowance 就给你呃那个allowance来打油了 或者是车的 然后他还有那个employer subsidize 像你的housing and housing subsidize 跟car subsidize 就是说他有给你那个house subsidize 给你租租物子的钱 然后还有medical benefit 然后还有这个cola cola是allowance vantu sarahiduk cola 然后还有clayan 这一些呢 你去问你的学校老师 他们的工钱的单里面都有这样的东西的 他有cola 有clayan 然后有housing clayan就是 甚至是他还有什么 cola cola clayan 有其中一个是给你去买衣服的 让你穿得漂漂亮亮去做工 ok 让你有那种公务员的良好形象 ok 然后这一些钱呢 他可能你拿到的手上的是拿到4000多 可是事实上你要给text扣掉这些 你只是2000多吧 所以很爽了 因为你不用给这样的text嘛 ok 然后 所以你要扣掉这些东西 然后这一 但是正常的私人的他们是没有啦 他给多少就是多少的 他没有再跟你分 那个是油的那个allowance 还是housing allowance 他没有这样做 ok 然后text exemption是什么东西呢 text exemption呢 是你 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啦 就是donation 捐款 ok 然后捐给那个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然后像library 然后还有healthcare organization so在我们的那个课本里面的 还有那些作业里面的 他大多数都是捐钱给图书馆 ok 然后我自己本身知道 除了捐钱给图书馆之外 还有一些滑小 你捐钱给他 他有注册的话 捐钱给他 他也是可以cold tax的 ok 这个是text exemption 然后可是他有一个限度了 好像是你的那个 不可以超过你的工资的18%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或者他没有改变的话 these expenses may be tax exempted but are subject to certain limit in amount these tax exemption am to promote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and art as well as in cultivating a caring society so这个是text exemption 然后第三个是text relief text relief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他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扣掉的 就好像我刚才讲 那个你父母的医药费 他要鼓励你养你的父母 父母的医药费可以扣掉他的税 然后他要鼓励你做运动 买运动器材的那个可以扣 鼓励你用电脑 两年可以扣一次买电脑的钱 鼓励你买电话 每年可以不懂扣多少钱来买电话 但是要有手据 然后鼓励你什么看书 买书有手据的话也可以扣 所以这一个text relief呢 是refer to item or expensive not tax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ndividual of family member for example employee providence fund EPF 然后还有medical treatment and education fee 鼓励你读书 你去上课的那个学费 你可以扣 item of tax relief depends on the policy set by the government and may change from year to year so每年的那个 什么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他就可以跟你讲 什么东西可以扣 可以扣多少钱这样 ok 所以income tax呢 就是他要根据下面的这个表 so这个表在这边的时候呢 他的text rate呢 他是由政府来 呃 限定的 呃 来规定的 然后他会在每年的那个 呃 annual budget的时候公布 然后下面这一个呢 是2020年的 所以他只可以用一年罢了 ok 明年之后来又改了 后年之后来又改了 ok 可是课本里面的只有是 fin 2020年的 ok 然后等下我们在呃 做很多的练习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refer to 这个table ok 然后就是说 你的一年收入啊 这个chargeable income是年收入 他是以年来计算的 如果他是讲 以月来计算的话 这样很多人都不用给所得税的 哦 什么 什么要差 什么 零到五千不用给 哦 我的工钱四千不到 这样不用给啊 这样 这是年了 一年的 ok 不是一个月了 ok 好 然后他如果超过五千的时候呢 他一开始的五千是不用给钱 接下来的十五千 接下来十五千 假设你是呃 十千啊 这样五千不用给 剩下的五千 十千减五千 五千 那五千要给一巴仙 不是直接给百五 是五千给那一巴仙 就是五十块咯 如果你就刚刚好 二十千的话 二十千减五千 十五千 十五千的一巴仙 就百五 他其实是这样 所以最多 最多要给的是给到百五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很很好 很好玩的一样东西 就是他最多百五 所以他下一个category的 就first 二十千是百五 然后这个最多六百 加起来六百 所以first 三十五千是六百 最多千八 first 五十千是千八 这样 ok 然后在这边 二十到二十五千的时候 first 二十千 百五块 他先给百五块 然后过后呢 假设你是四十千 是没有 你假设你是三十 三十千 三十减二十 所以首二十千是给百五了 剩下的十千 三八千 就三百块 你都要给三百加百五四百五 ok 等下我们会算这种题目 到时我能再来详细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一样东西 就是说 当你的那个收入越高的category的时候 这个 这个就是你可以想一下 平均啊 平均他一个月少过三千 三十五千 三千 平均少过三千的话 就四百五 然后当他这个是一百千的时候呢 他差不多一个月接近九千多 十千了 然后他的所得税就要给六千三 哇 超夸张的 然后当他的那个收入是六百千的时候呢 他一年的所得税要给 写一百三十多千 哦呦 夸张哦 ok 呃 然后tax rebate呢 ok这一个非常重要啊 我们刚刚有四种东西 第一个是chargeable 然后 chargeable就是你的总收入扣掉那些 呃呃 cola什么之类的 那个是chargeable的tax哦 然后过后呢 他就有tax exemption跟tax relief tax relief就是捐款哦 tax relief就是那一个 你那些可以扣税的东西咯 然后tax rebate是很神奇的一样东西 在2020年啊这个是2020年啊 然后他有有机会改变的啊 ok 他的那个数目 就是说tax rebate呢 他总共有两种 这个非常重要 ok 你们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他不会告诉你 然后你自己本身要知道的 ok 那两种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种就是 你的年收入的chargeable income 没有超过三十五千的时候 你要给 你可以扣四百块 少过三十五千的 ok 四百块 ok 然后另一种呢 就是zakat ofifra ok zakatofifra 但是我们 我看课本跟作业 大多数都是讲zakat这种东西啦 然后zakat 我相信很多人有听讲过啦 就是 他是 去宗教局那边捐的 应该是宗教局还是种啦 总是是Islam的呢 zakat mean clean holy or blessed 就是干净的 神圣的 然后被祝福的 然后 is a donation of a proportion of wealth to be distributed to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such as the poor ok in according to certain condition 这样 啊 捐给那一个穷人 所以在这一边呢 他的算法是什么呢 就是 complete你的chargeable income 然后 所以你的chargeable income的时候呢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你的chargeable再减掉 就是你的total income 减掉你的tax relief 再减掉你的tax exemption 然后 呃 之后你就有那个chargeable income了 然后你的那个chargeable income的时候 你要calculate income tax 你calculate income tax的时候 你是跟这个表 来算他的income tax 然后 之后呢 你再减掉tax rebate tax rebate就是那个 少过35000可以扣400 然后还有zacat可以扣 然后最后呢 就是 你总共要给的 tax是多少钱 然后有一样东西 很重要的就是 你看啊 同样是捐钱 一个是捐给 那个 图书馆啊 这样啊 然后 那个是在 你算income tax 钱就减掉了 然后 另外一个是 income tax 你算下来你要给1000的income tax 然后你 给那个zacat给了400 这样你 1000减400 你只要给600就可以了 他是 算了要给多少的tax zacat是后面才来减的 所以zacat的那个 就扣的比较多的 然后可是在这个 我们那种捐给图书馆 同样也是捐钱 他是在 算之前减的 所以其实 可能只是3% 5% 18% 这样吧 10多20% 这样他没有 没有扣这样多 比较起zacat zacat是100% 你捐 400的zacat 然后你的tax那边 就可以 给400 所以如果我是 我自己本身是 那个 什么 Islam 就是我是回教徒的话呢 当年的所得税 要给1000的话 我就去zacat 捐掉1000 ok 然后我就不用 给所得税 然后 可是我捐了1000块 去给那个zacat 我做好事 然后 几好啊 ok so 好